赵深圳晚上好 用PC看下方的下盘赛区还是原来的赛程 这个没事啊 一会儿反正没场 基本上我们今天肯定是 我知道你们想看的那些 对吧 比较关注的 我会第一时间切换 大口应该是最近家里有事 然后这个练习比较少吧 其实感觉打的也很有机会嘛 失误了 谢谢偶遇东升小孩 谢谢谢谢啊 感谢你的办卡 应该是大口最近家里事多 输于练习了 大口输给和池了2比1 核池1P 小草 齐家社 老阵容啊 对 核池第一场 第二场呢 就是成龙 对战 水鱼 1P核池啊 左边 小草内战 这两天我们看小草内战 主要靠什么 逆向 还有一个就是CD摸奖 这两个基本上 小草内战特别关键 打了一个中段 可以 AB也是被抓到 本来想抓头的 但是核池这边呢 你看 核核的 生龙凹一手 下地放倒 好吧 CD摸套 起初是改 改起来 真的 我觉得这个 这个这个CD摸奖 特别关键 哎 你看是吧 这是一个主要的下血手段 还是一个安全压 哎 这是什么鬼 这个失误真的是 没想到 哎 互相有失误 其实完全可以轻攻击的 随便带就带走 第一场 对吧 大家这个手感 还是需要 搞一搞的 要不然好像失误挺多 对 他的其他手感 的好 你看看 CG 哈哈 刚来的话 第一场确实 还是CD 现在 我发现 15这几个 特别强的角色 除了真尼克 实在是因为他 手段比较 其他的 你看这CD还挺好用的 K也是一般 K不过主要是靠他的 那个 各种的爆发力 啊 毕竟有空中顺次 好的 蹲在地上想偷下盘啊 这是 这可是七加射 用尖撞出去的CD没有不好用 想想 不敢动 这下抢头 七加射啊 真尼克 起身这个抢头 还是 稍微按的大胆一点 毕竟他这个 对空的判定也很好 对空中顺次 合纸马上两气 我好像已经感觉到了 三气啊 合纸里巴的资源 对战优势 不过 科隆对战嘛 有时候会给你看看 哇 这波凹 哎呀 这怎么乱动了 又补了一脚 我觉得合纸要拼一点了 真的 其实如果再凹一手的话 可能就有效果 因为有气 血少 你不拼的话 真的就不太好搞 应该是 要换个线路吧 是不是 抢二的 全程抢二 许诺哥 谢沉默啊 感谢沉默 有悔的办卡 不愧是干掉你的男人 好 合纸又换了个线路啊 你别说七加射 他玩的真的理解是挺到位的 这个角色 现在这得亏是削了一部分 判定啊 感谢猛男 谢谢猛男的五连办卡 猛男你这应该是那什么叫什么来着 那个 什么剑网三呢 没想到对格斗还是这么的 在意啊 挺好 全黄十五 你说的是PC版吧 你要是如果不开加速器 同审 不知道 我感觉不一定稳定 反正PC的网络 联网 你要搞点小科学的 就是那种 搞点小科技 比如说组网啊 什么的 PS4的话 也带用加速器 现在目前 这必须带用加速器 不用加速器的话 不太稳定 和这几本选择 七加射手发 又是CD摸角 我看出来 真的 要想把小草 发挥到极致 首先 你这两个按键 按得要好 对 你看 这就没按好 被揍了一对 他刚才没打到以后 还接了个荒咬 漂亮的正相 看起来像逆相 围星掌 或许直接可以升落 反向防珠 还CB 这就是教科书级的 这个CB 没按好 发现了吧 并不是这个小草 不厉害 他单纯就是这局 因为两下没有按好 所以被揍了 PS玩格斗 一定要用流线 真的 我不管是 现在什么流线 再好 你还是要用流线 打格斗嘛 对吧 他对这个帧数 要求很高的 CB放倒 正向 有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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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批准 有批准 好CB 1P是核池 現在目前是核池已經1比0 核池輸了一分 魚王 魚品 這個等得漂亮 其加射 現在畢竟別的角色有可以替代的 小草 是吧 珍妮特兩個B選了以後再帶個科隆 我缺反 AB被抓 4氣的科隆 核池這邊依然是資源優勢 就看他這次別再起身凹被防了 他煉草了 這兩天我發現他草的內戰基本上沒有他的7加射那麼的給力 哎呦 你看你這凹一下 凹不到 對象沒防具 武器在手啊 這 這是一個幀數陷阱啊 好吧 那核池呢就直接掉到了敗主 真的 剛才這個幀數陷阱非常漂亮 就是讓你感覺是一個敗招 是可以搶的 結果一動 哎 挨打了 挺挺冤 就是因為兩局都是一個資源優勢 挺可惜的啊 好 成龍 我龍登場 一屁水魚啊 一屁水魚二屁成龍 其實我感覺我龍這個版本好像天天打了這麼多的這個不同的玩家嘛 所以說對這些片門角色他應該還是有對策的 你像游利呀 殺男呀 對吧 他應該經常見的 我龍這邊呢 竟然不知火舞啊 昨天我們看到輸了一分以後 他才拿出了不知火舞 現在 今天畢竟已經是16強了嘛 所以說 必須再上來就選龍飛啊 成龍這邊呢 是珍妮特首發 開局就能摸到 漂亮 跳地打中 跳CT按早了 直接被偷下盤 好 小蜜蜂 夠快 中段防守 下盤 距離有點遠 剛才如果是2點的話 那就是一套大傷害 中段 趕緊逃出版邊 沒有抓到這個AB 屬於有點小失誤 又來中段啊 安全跳 萬萬沒想到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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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這GG太遠了 點了一下地 可以半邊 瑟瑜這麼直接的啊 這場估計 要牽制半天 抓到机会 追到半边 没事儿 游历就是这样 抓到了以后 看他的资源 抓到至少500没有 只要跳中角打击象成功 来 就这个 看好 不是很疼 快死了 死了 还留了一丝 哇塞 这大毅力啊 他想磨死 还想骗生龙 漂亮龙眼舞摸奖 你看看 水域也是因为一个 就想着把对方呢 直接这个磨死 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成龙现在手底 竟然是夏儿美啊 我觉得他不是有段时间也是科龙吗 我对 我误了啊 突然想起来 这不需要带这个 三女角色 刚刚好 也会发现 我看她是否认为 看来 他对 是什么 等会 他就知道 他说 他是什么 他在 他说 他说 哎呦 这逆向没防住 带抄臂吗 带抄臂 最后再抖个中断 完了 这今天开局有点炸裂啊 何迟掉到败者 难道我龙也要掉到败者 雷煞也在败者 哈哈 市场苦战 沙子的这个抢空还是不错的 而且跳cd跳的也飘 AB也没抓到 这后后被打了 完了 慢半拍 还在板边 好嘛 沙子就在板边伤害最高 优优独播剧场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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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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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偷跳地 这么看的话真的很危险 用沙子也不怕不知火舞 慢慢消耗就行 但凡你有一个跳C地打通 被偷到下牌 又是重伤 这个看得很准 这没带两气超B 还行 哎呀跳过头体 两点命中奥运又是重伤 这敢 哎呦距离差一点 行 捡回一条命 这个超B真的不疼 没打多少血 带走了 现在只有一个夏儿美 而且成龙里边的夏儿美 只有一气半 也就接近两气 难打了 下这对空 C地摸奖摸到跳 完了 可以 一气超B 逆向防住了 有机会啊 凹一手生龙 别中逆向 哎呦 啥点高了 要不然没了 夏儿美没有气 只有 小500血 我估计水鱼会等他跳 你跳的话 可以稳定的对策 压死小蜜蜂 啊 这个 一波机会 逆向防住 这 其实都有失误啊 能感觉到水鱼也很紧张 哇 这什么意思 贴脸跑半天 打好 人要没了 没有用EX 哦 带超B 可以 没带走 留给我龙的时间 已经不多了 啊 泼泼 бо 圆舞 圆舞啊 i know you don't know what to do 哦继续 Select stage It's about to be a party up in here! 来啦来啦 想做对象 没跳过头顶 哇 好cd 可以 最后EX鬼烧 好了 到了小草内战的时候了 我们又可以看cd摸奖 我今天打得很奔放 这个打康他没有追75是改 错失了一次机会 不过又给了一套 荒咬失误 又抓到一次机会 带走了呀 别失误啊 没有 赢川这边还行吧 我应该是鼻炎 一个劲儿的打喷嚏 还想做逆项啊 牛无限小草 这是 这把怎么都是本啊 你说科隆翻三可能吗 不太现实 不敢动 这还带了这带了一气超逼 带了一气超逼 也行 你看 也行 你看 你路对边套路挺多的 他既然看到没摸到 是吧 第四下出 你还不好抓他的落点 这 这 猜得好准啊 他猜到这个中段了 直接奥了一发顶点 这是假招 好 带走了 没有用EX 可可能刚才资源不够啊 相杀即转 那现在云雾1比0 这下蛮突然的 要换下顺序 看来要小草内战了 很多如果说这两天没有跟着比赛来看的 你们就好好先看 好好先看 不要一来了之后就感觉就 就好像这个VIP到位了 你知道吗 来 把鞋给我脱了 衣服给我刮起来 告诉我一下 今天这个比赛里面 这个场会里面都谁啊 这个你们能不能 没有跟着比赛来看到今天的 我们已经播了五天了 你们没有跟着进来之后先低调一点 好不好 先低调一点 先不要说话 先看 一会儿你就懂吧 这谁给你们惯的这么好的毛病 我也想 对吧 这两天看比赛的兄弟们 拿肚气眼都知道现在是谁打谁 都知道什么情况 对吧 我现在和之调到败者了 我龙也调到败者 雷煞也调到败者 我要每场都给你们这么介绍的话 别那些兄弟会烦的 而且有好多他们都知道 安全压 这个下段真的很难防啊 确实 确实小草那张泡泡这个更厉害 昨天我们就看到的小草有点厉害 打得很凶 你看 我觉得下个版本小草的这个特殊技啊 尤其是3D这个特殊技 他说不定真的可能会改一下 他不用连着放 他比如说下B下A然后特殊技 这种的连很正常 但是如果他下B下A 他停顿一下再去偷你下 这个有点厉害 对啊 这放针3D真的有点难防 两个人这真的是 就是战断军 就是战断军 人物现在他这个生龙 等的每次还是挺准 我不知道为什么有种错觉 我觉得人物能翻 他太稳了 他的科龙和他前面的两个角色 风格 截然不同 你们看到了吗 他的科龙是那种特别稳的 防反打法 哎呀 亏了一颗气 还行 至少没被缺反 正向也防住了 抢头 终于拆掉了 不是真的 连招掉不掉先不说 但是他确实稳了 他的科龙打法和他前面的角色 风格极暗不妥 你现在看 宝宝这边虽然是三颗气的科龙 他没资源 但是他边打边打还没说说 你像也防住 对吧 放针之后抢头 刚才距离不错 哎呦 打康 没在板边 哎呀 这就没了 不会失误吧 这就没办法浪费了 他主要是 毕竟四气在手 摸到一下就没了 随便一个一加二 人就没了 主要是小草内战 就看云雾的小草内战 能不能顶住 逆向 再偷下 防得好 CD打到一个插盒 没抓到机会 下盘起手 这不敢动 C头再跳 正向才做 他应该拉起 老估计以为是逆向 这也敢强 难了 反正昨天我们就看到 这个日本的泡泡 他的这个草剔精 有点怎么说呢 内战好像胜率相当高 现在打全皇 有这个泡泡没了 木拉 还有个结巴的 这个什么 这带木拉的 好像都有点厉害 两脸没有确认 可以打击相杀 可以 相杀以后还能追击 相杀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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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危险啊 想抓这个EX情悦阳 中断 中断 重变 重变 出生 這也不給 兩棲在手 現在雲我要想著趕緊把這個紅丸放到旁邊嗎 不行 太靈動了 右則中斷 凹一手 好的 必須再戰掉 這不能留 沒氣沒事 他只要血量能承受出一波 他承受不了 那真沒辦法 想殺 這個血量就很危險 很微妙 一加二重上 人麻了 後下成功 第一波 補一角 安全壓 哇 這是什麼失誤 哎呀 這個失誤真的是 他這明顯是可以打到對手的 他直接前走一步 無論是下輕手還是下輕腳 肯定能抓到這個AB 他應該是失誤了 手法出現了一個小失誤 因為AB他看到了 我覺得他是能抓到這個AB的 決定不應 選手 決定目法 決定是個全面賺的 開箱 I'm ok 胖子们 不太有人说这胖狗 不是吧 我觉得这不是胖狗 现在胖者组随便玩 败者组太恐怖了 败者组这 今天反正万万没想到 跳过头了 继续折 哦呦正向 看错了 阿珍打顺了 小草是就这个效果 怎么办 想cd摸奖 一字都没摸到 全部被点 传逻的 我印象从第一个版本 就一直有人当主力用 而且还没错 只不过拉尔夫实在是太强了 其实夏儿美 现在看看她的爆发力呀什么的 还是挺不错的 熊武 输了 好嘞 好多玩家他基本上过来都不看比赛的这个过程啊 他基本上就是看一个那个对战表 哦不是对战表 就是那个比分条 谁几比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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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看完以后啪 照张相 开始糟 没有 昨天的是那个更新晚了 今天我看到了 群里看到了 介绍一下二匹 男的 日本选手 身高1米83 42码的鞋 单身 你有兴趣吗 群里 两次低空连男 我跟你说这次比赛基本上都是三个起步 两个低空连男 对 哇 这cd 没气 有气的话还可以再来一波 猜的这么准 想责正向 上班赛区 我们看到的师娘基本上都是三个起步 甚至有些还打四个低空连 你看咱们即便说了很多遍这谁对谁 对吧 他还是有人会问为什么 因为他刚刚进直播间 他第一时间就想到这是谁 兄弟咱们看比赛啊 我今天我我这就是光介绍选手 被有些老观众都已经不耐烦了 肯定心里想的你说不说你解不解纯 不解说你就让开 再看到这个弹幕 大家帮着那个什么回想 我一一伺候 平真 他依然敢抢 AB没抓到 能感觉到MOK这边给他的压力很大 胖子们这边 什么什么手法这是 他两次串了一个轻生龙 好的 轻生龙 硬 打断动还是中断 要靠一 哦呦 来一次 MOK吃这招啊 手机用户的话可以在右上角在设置里面关掉那个测试模式可以看到那个专体页面 详细的对战表 还有赛场 然后网页的这个 观众可以直接把这个直播间往下拉 中断摸的好 weiters external 哎 打断动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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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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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现在应该也不玩13了 true 我 準備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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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剛才師娘這下並不是家政 應該都搶過頭的 小好一個七眼不能被持續壓制 跳地節空 偷下防住 哎呀 嚇死了 Lancer對草莓一會我們可以看 藍色對草莓應該在另外一個流 應該開了 師娘的這個版本的爆發力確實高 他抓到以後 反向 看來他太想摸角 這不接一個生龍角嗎 你們看啊 一個 兩個 三個 三個 是吧 呦 他這個剛才你們看到沒有 他中了以後他就沒有再拉後了 他認為自己已經涼了 最後這下都沒防 好 不防了不防了 放桿了 寫照深圳 不是偉廉了 就是感覺應該是被帶走了嗎 資源那麼多 好 好 擂沙 對戰這個 表哥 成龙 草莓 MOK 明九 Lancer 这次败者组非常热闹 而且输了就被淘汰 就特别刺激 明九一会对浪主 先看雷霞 这也是败者组 输了就没了 输了就没了 巧二 你们为什么这么好奇 成龙 对啊 成龙败者的第二轮 帮忙莫拉估计应该对雷霞也比较了解 你看他不怎么前跳的 他在本 他知道雷霞可能在等 时间已经不多了 比较多还很健康 凹一手 五十五一会儿 天使 做得多一次 来自身冠 三十五一会儿 相当者 百分之二 耳霞 大人 道 還剩6秒 沒事 雷煞這邊主要有一手板棋樑 他的板棋樑抓機會能力特別好 再加上這個版本的板棋樑爆發的也好 現在還沒有出手的機會 輕易不出手 出手就要你命 虎皇拳 這個虎皇拳還有一定的風跳效果 哎喲 雷鳴刀還是夠快 口下沒防住 不是 雷煞這怎麼一招吃到死呢 武器的克隆 武器克隆 救奧 為什麼奧 因為第一個人 無所畏懼 畢竟搶2 對吧 反正我現在這絕對優勢 我就奧 說不定起身還好是嗎 安全壓制呢你們吧 再則中斷 還來你看就是奧 蓋著 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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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內地 竿 敵人 毒藥魔獎 好吧 都有氣 都任性 CD 沒反應過來 他可能想的時候情願揚 沒事 第一局是沒機會了 這滿血的小草呀 告兩CD 再走了 雷煞不會這敗者第二輪淘汰了吧 不敢動 能不能抓住最多破綁草 好 看來不行了 又拉出了距離 直接頭 換邊 好戰地呀 打抗以後追這個EX順次 他們倆人打的時間 你看 每次都是沒有那麼快啊 證明他們防守還是很到位的 漂亮 又是EX雷雷刀 戰地 哇 這個中拳夠快 好戰地 好戰地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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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ad of C пап家這邊打法明顯是勒利激陰性的打法 他也沒有穩定召龍對空 雷煞整体进攻 这边跳的还是蛮舒服的 CD没有摸到 你看两个人打的就是距离战 可以 对他们打的这是纯利回打法 就是你跳就让你跳 反正因为自己这个 比如说距离没有卡好被跳了就防 雷煞这边升龙是准 可是他不跳呀 他都是在那种时不时偶尔跳一下 就是抓你的这种 不太好对策的时候 哎哟 跳臂结空 掌乱动 好嘛 EX独咬再次摸角成功 有抓呆不敢动 哇 有失误 小草这种打法挺厉害的发现了吗 就是他的整体打法 你看如果说碰到那种 喜欢这个去抢招的或者跳入的他会用这个CD打乱动 但是碰到这种就防反型等对手进攻的 他完全就用这个EX独咬 控制好距离 一波又一波高你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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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EX的前远洋 这竟然杀疯了 而且压着过气时候 他还是很稳啊 他还防你的这个什么凹 没事 分数哥就没参加 分数哥这次一位凹都不打 雷煞被淘汰了 下班再去你看好雷煞 都是因为你看好他呀 人给看没了 这个是大表哥对战MOK 我觉得跟M打法好像也有点确实立回型的 完了卡尔也看好雷煞 雷煞的压力太大 我龙呀 这你们都不看好我龙 我跟你说铁定是那什么 大表哥EP然后首发红丸 今天没有上伊斯拉 MOK呢还是老三样 老三样 板其良爆发力是高 但是这个如果被针对的话也有点难受啊 谢谢东升偶遇小孩的半卡支持 这个对局要打得稍微耐心一点 距离卡的好 没能到摸甲 在没有资源的时候呢 可以这个主动的跳一跳 反正对方呢也没有气 等有气的时候就要稍微稳点 大表哥这边想做逆向 站中角再次撑 哎呀 小迷风了一个虚晃啊 下盘得手 在板边 还是抢偷 其实能感觉到 因为很多阿珍啊都喜欢跳CD嘛 所以说我们看到的基本上都是 等这个跳CD呀 偷下盘 晚上好晚上好 大表哥自己的珍妮特也玩得特别好 所以说他是懂珍妮特的 我们看MOK的师娘 战A风跳 恶感动 哇 大好机会没抓住 反被大表哥直接凹了个生龙 又是CD摸奖 血量不多了 没事 这个生龙凹到就是转 凹不到就是攒气 对 ET确实啊 他会的角色真的多 都可以用来比赛 但是这个 现在目前我们看他这个 科隆和珍妮特基本上必带了 太近了 直接抢头 偷下防住 有力压制 粉碎打击命中 中伤 一下 一下 两 这还想着三个起步啊 第二个就失误 又来一次粉碎打击 好的 不会失误了吧 没气了 太近 再次再次抢头 逆向中了 哇 大表哥万万 没想到啊 这逆向 打中以后绝对是重伤 护有失误 护有失误 代表哥这边呢 现在是武器的科隆 现在都是败者组啊 输了就被淘汰 非常的紧张刺激 刚才不知道这个下C能不能抓到这个AB 总之应该会比这个下A稍微长一点 我觉得粉碎打击就是要 真的 就是要猜对方出招 或者说刚要起跳那个时候 有利亚之不敢动 破防槽 跑出来了 真的很灰 真的不能着急啊 大表哥刚才是看到破防槽低了 所以说拼命进攻 现在就要调整调整了 因为师娘现在有一期半 这不是闹着玩的 想打乱动 头下 又是粉碎打击 哎呀 疼呀 疼 想着逆向 师娘太灵动了 代表哥这四颗气在手里面握着 追得很辛苦 最后一个跳地结空 其实还是有机会 因为科隆对战的话 主要就是抓机会 一波打个一半 四七半 机会绝对是有 打康 先推到板边 这个起身不敢动 直接投 中段 好的 重伤 不要失误 血条消失之术 看到了吧 还是要相信大表哥的 其实这个科隆 有这个四七 很恐怖的 直接再战 也没有调整 千不该万不该 对吧 血量领先那么多 人家资源这么多 然后MOK 凹了个必杀 被骗了 毕竟红丸在空中有变相 小明星 下A防空可以 C地放倒 小蜜蜂偷下 看来这个招式啊 因为我看大表哥也经常用 证明什么 证明这招 就是 你眼睛看到了以后 就被骗了 他这个小蜜蜂 让你这个有一种 你要防 拉后 所以我呢 直接落地以后 偷下 还是没带走 站重拳 逆向则到了 其差一步 开局两人想到一起 都是跳C地 我发现大表哥 这个起身抢头 抢得特别好 真的 你看他 上一把的话 也是起身 频繁地抢头得手 很多时候师娘的 那个套路都比较近身 抓的就是你 对吧 猜左右的时候 他就直接大胆地 直接抢 不会失误 想要抓到机会 现在抢臂 师娘 没得凹 现在一期半 这一弹弹枪以后 又是一套标准年段 站重拳没有确认 对象打中 低空连真的是一个加伤害的很重要的一个手段 只要你能够基本上比赛的时候能够百分之百出 那师娘太恐怖了 过来斗 直接跑头 有力压制 再来 这过分了 一二再再二三的 MOK受不了了 直接战Z打下来 哎呦 再凹一手 我天哪 大宝哥这个凹 你看一般情况下 你凹不到以后 肯定会忍一下 他不是啊 没凹到是吧 没凹到 再凹一次 这回资源是军事 看看 真的 这次的这个败者股非常豪华 刚才大宝哥那把翻三 那个翻盘很关键 他要是不翻盘的话 真的输了第一局 要是被淘汰 今天各种爆了 这资源 一加二就可以翻 乱动 哇塞 其实MOK这边 很多次机会抓到了之后 他打得很轻 自己也没想到会中 四气颗龙 一个机会 就是一个机会 你说他轻角点到两下 他为什么不接一个稳定的前倾拳呢 紧张吧 是吧 就是很多次下臂点中了以后 他没有接前倾拳 就没有带后续 老师去打一个下臂 然后再这个择一个中段 就能感觉到很紧张 现在比分来到了1比1 代表哥也一样 就是都很紧张 有的 成龙 比赛马上就来 火龙今天这个后面比赛 肯定会让你们惊喜 主要这次比赛的这个败者组 阵容太豪华了 雷煞已经被淘汰了 雷煞已经被淘汰了 宝宝 真乱 大表说现在是一个梦开局 毕竟红蓝血量还多 哦 你看还是敢抢头 还真的敢 想法倒是挺好 准确打击没有打中 他刚才这个起身按这个站中脚 应该是抢的立头 可以的 这已经闷开了 这个红丸立功将近打了两个角色 压力肯定在MOK这点 资源看一下两气的师娘 只要不是跳入大连段起手 就OK 在宝哥这边就是球感 抓一抓这种空中小蜜蜂 或者说起跳这种 跳地结空 哎 带走 只剩一个杀男 三气半的杀男 哎呀 又是中段 下盘防住 后跳地 不会吧 这尼特现在还没有打到一丝血 下地放倒 重拳想打乱动 哇 这尼特是万万没想到啊 这上来之后就碰了两脚 绝胜 绝胜局 三气半的科隆打没有气 半气的沙子 还少抓紧时间推板边 中段 哎 大表哥突然一个AB下的这个MOK也后一臂啊 哈哈哈哈 哎呀 这进攻太凶了 来MOK现在还没有找到好的方法 你看各种预判的招式 好 哎 没带超臂 手法出现失误 小好一颗气 刚CD 想择中段 但是他没有复合 要不然拆掉了 哇 大表哥不会吧 两气半 机会 带走了 哦 看得好紧张啊 他刚才那个生龙抄臂没有摇出来 大表哥就顺利的进击啊 MOK被淘汰了 MOK就被淘汰了 太紧张了 太紧张了 刺激 对 抢二就这么刺激 哈哈哈哈 河池草莓 啊 河池 河池 这是河池 我龙 还没开呢 就是明九和浪子 谁赢了 谁打成龙 蓝色输了 蓝色输给了这个草莓 不是 为什么 河池碰到草莓就没了 是经常打吗 还怎么说 成龙已经开打了 那咱们只能去 没办法 现在就是河池这场和成龙这场 你们 对吧 那咱们不切换了 不切了 就直接看吧 哇 我觉得河池短盘还是非常厉害的 他的心态 这么多年历练的还是可以的 打破常规啊 行 那我们就不换了 现在小草内战 反正河池这两天整体看起来 小草的内战输的都挺多的 他后来选择这个七加射 哎 就是这个奇效 还得中断 自己摸 帮羊摸到 投下 好生龙 这个生龙是不一样 他很敢在这个对方进攻的时候 他第二时间啊 差个生龙 不过 平平得手吧 这也是经验 我跟你说 有时候就这样 就是你会感觉到他虽然是凹的 但是他成功率高 这就证明人家比赛经验到位 想在头顶 疯狂的跳逆向 投下 CD摸奖没有摸到 再CD 现在血量是优势 不用着急 想做逆向 EX独眼摸奖 哇塞 这是手法出现问题 应该是 可以 刚才应该是想EX全远洋的 这也堵了个大生龙 这也堵了个大生龙 哇塞 这是一个跳C压制 很想做中断的 你看 合成是吧 他第二时间很敢用这个大生龙 他现在血量很少了 我估计还会堵 他现在就觉得就是 赌到就是赚到 赌不到就当赞自然 哇 哎呀 这珍妮特的后跳CD有点厉害 这一般的角色的话 应该会被七加社这个正好拳打下来 好拆头 再等他跳了 再等他跳了 手底是一个三级半的伊斯拉 看看合成有头对侧 下C对空 哎呦 这都猜得到啊 有对侧呀 好粉碎 其实第一下合成也是等了一手 怕被凹死 结果没想到第二时间凹到 你看这个疯狂的下C就等着你跳呢 跳了就是蹦个相杀 赫龙三七半能不能抓到一加二的机会 先拿一分 好 嗯 加油 啊 凹背防 可以 1比0 对吧 你看 其实这个比赛 他真的心态非常好 敢拼敢打 有些时候 你别看小草 他那个凹那个中生龙 他这个命中率特别高 这两天比赛看下来之后 基本上就被防了一次还是两次 大部分的凹的 第二时间凹的生龙都中了 啊 我龙输了已经 哎 这比摸奖 AB没有抓到 看招了吧 不敢动 骗到了 就骗这个 骗这个抢头呢 直接大胆抠一手 只要7加射能把小草带走还能留上一半以上的血就赚了 你向防得很好 CD啊 相杀还行 要是打康 肯定被追这个7五十感 板鞭很疼 看我来给抢头 哇 好CD 这是什么 我估计是草莓这边中拳打中了以后 他下意识的摇了一个荒摇 结果没有摇出来 然后呢 他又摇了一下 结果荷迟这时候又出了一个下A 正好就出了一个 这个正好正好的必杀 哦 上一方 狗狗 这个摸角CD打不到 真是 又放到 比赛抢二 都很紧张呀 一个小失误 或者说发挥稍微有点不好 不够稳定 人就没了 你看看 这五百没了 真的疼 又责一下 现在的比分来到了1比1 主要是小草这边能打个差不多 有点底对吧 奇加射上来 能打到第三个角色 那基本上就会好很多 这CB 完了 奇数是改改起来了 奇上奥宝 没有 忍一手 又来 起身乱动 这边还想修正 没有打血反 以为要投啊 抢了一下 有点难了 主要是现在小草基本满血 不 不是基本 就是满血 压力全在 看起下是 嗯 是 是啊 想责逆相 好Cd 草 没平时打法是这种打法吗 看到齐加射跳过来之后他基本都是后一臂啊 感觉心态有点压力很大 啊 是失误了吗 没带大头去啊 又是跳Cd 结空 中段 想开DC 完了 这肯定带走了 除非失误 还不用剃 还是失误了呀 这应该不是 你看看 他用了众圣龙 他没有带币杀 不是 他用的是众圣龙 他两次都没接抄币 好的 让你知道齐加射的恐怖 草莓刚才忽然慌了神 突然刚Cd 在自己这个破防槽这么多的情况下 哇 这个AB没有抓到 哇 太可惜了 真的 刚才何持要抓到这个AB 直接把阿珍打死 真的 刚才抓到那个AB阿珍直接打死 哦 咱们打死去 咱们差点啊 咱们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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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盯 EK 毕竟有武器 想辦法把這個珍妮特 用消耗兩氣能帶走的話 留三氣 一切皆有可能 想中一下 他怕被核吃凹 打一打他不敢壓了 漂亮 BC開出 nice 跟我們想的一樣 現在就求穩 再攢攢資源 漂亮 我覺得現在草莓更慌 真的 他現在已經就屬於什麼 就是前前後衛幣 前前後衛幣 前前後衛幣 他已經好像進入到自己的一個 星態盲區啊 爆炸了 你看 漂亮 穩定 開槍 上來先把血線壓下去 想殺就是轉 他又後衛幣了 他又後衛幣了 後衛幣 只要別種蜜象 核之裡邊漂亮 戴上 草莓到最後已經慌得不行了 啊 心態絕對比草莓強 你看草莓多少次前前 然後那個七加射跳過來 而且那個跳很慢 他都是後衛幣 其實那時候就已經能證明出來他慌了 在自己破防槽很滿的情況下 他直接剛CD 你知道嗎 那不是心理壓力 但凡 對吧 稍微有點穩點的 也不至於剛CD 我們下次見 他那两个这个生龙不带大蛇剃 我真没看懂 因为他要是如果说带大蛇剃 青生龙嘛 还能接后续 他用的重生龙 所以我想他应该就不是失误 他就是想那么打的 对重的是能接 但是绝对一般都是青的 接第一个这样可以接两次 就算接不到两次 他还可以接后续啊 对吧还可以减一下 他自己说失误了 失误两次 我塞那心态真的爆了呀 那绝对爆了 我天哪这种 我感觉他们平时打装都是闭着眼睛练的 最后就操作已经变形了 小罗 小罗这次很给力 这个小罗 这个QY小罗 因为以前打结霸 有个叫清远洛洛 不会是他吧 啊 有没有这个广州的朋友 对这个小罗 对这个小罗了解的 我记得以前打结霸舞 有一个很厉害的 叫清远洛洛 他这个ID 好相近啊 不是一个人吧 清远小罗 不是 接霸舞以前是清远洛洛 是一个人吗 这世界这么小 还真是啊 清远小罗和清远洛洛 好吧 我们先看比赛 刚才有人管这个 勇气叫什么 渔王 渔王 他如果以前打结霸舞的 那真的就是清远洛洛 神城接霸小合扎 哎 下盘没防 可以 这本来没想到能打中 直接就为了换边逃出来 水亮 漂亮 哎 我觉得和池出现的几率蛮大的 解大臣 感谢大臣的半卡 心态重要 比赛像他们的这种水平 到这种阶段 那什么知识量呀 什么什么熟练度呀 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就是最后 看谁能稳得住 你像刚才 一个生龙大蛇蹄 连着两次机会 他失误了 你说 这跟技术有关系吗 我觉得 平时你们看 对吧 看他们这些顶尖的 也不会失误 那就是心态崩了 好重拳 暗敌 跳大了 跳大了 其实蹦着是什么 对方可能会厚厚的 所以说跳得很大 直接被抓 好 抓到一个后一臂 还是有点远 三切 对方 我其實覺得剛才直接支援焦力 留個滿血 然後慢慢摸嘛 還差一點 但是K現在有三千 這個佔中拳 漂亮 歐拉有 四七打三七 這七圈 下A怎麼打中的 不切抄地 這也是失誤了吧 哎喲 你說說 不行就凹一手 兩氣 兩氣還有機會 能不能摸到一下 打康 想跳逆向的 又跳大了 又跳大了 今天沒看到馬馬哈哈 啦喲 我們知道這是有良好的 あの rushizationは 在火火門 cooper 佐啓勒這樣 龍樂 艾牌 戦神 現在很不中 對 今天下半賽區打完 搶地頭 這個打正落膩很帥 還有個安全跳壓制 不啊 感謝孤月 晚上好 孤月 晚上好 看來這連鑽 穩定的話真恐怖 怎麼最打擊 水魚這次比賽表現也特別的好 尤其是那個小游利亞 不是來自這個大陸 有機攻擊 有機攻擊 但是主要是和平板都有 有機攻擊 小弟弟結封 這是啥 還是打點高了 這個機會 剛才不知道能不能前走一步反向打一套在板邊 那就疼了 好賭一個神龍 白眼,我是CD放了 這血量應該是回滿了 對,安迪要折騰 要在空中各種變相 好的 上來就是建立血量優勢,可以 但是這個 中一下的話突然立馬挨呀 EX 太近了,直接一個C頭 再不敢動 完了,這個AB 哇塞,巨傷 蛤? 哇塞,這個是幸福來得太突然 一個是我跟你拼了 一個是你可能會後AB 可以呀 可以呀,這個1比1 對,真是絕望勝龍 一個剛才是想太多了 一個剛才是想太多了 還說我沒打中 有眼 下C 今天整體來講下半賽區 尤其是敗者組啊 看的特別緊張 選手也緊張 我們看著也緊張 很刺激 各種什麼低級失誤也多 小死 小羅這次也是一戰成名啊 小羅這次也是一戰成名啊 看了一下 不知道剛才這個下A的話 會不會打到缺乏 用了個下C 球本還是老老是接近勝龍 哎呀,騙到了一個起身搶頭 有時候那個距離真的很微妙 你說你起身不搶頭吧 到臉上了 一搶被騙了 中傷 好戰力 戰影拳摸槍中傷 這 小羅剛才本來是一個優勢 這個 這個 漂亮 粉碎打擊 哎呀 想法真的挺好 但是那個幀數還是差了一點點 稍微對手慢半拍的話 這粉碎打擊得手了 這個是EVO的熱身賽 排出BC 看了一下BC刚才时间差了一点 谢谢阿宝 谢谢阿宝看看的半卡 谢谢一键万身 谢谢你的半卡支持 两边折腾了半天一看雪亮 哇塞非常的健康啊 这一顿无伤表演 四季打康漂亮追到 哎 起身还是要凹 日本的勇气估计也是被凹的几次以后 心里面 咯噔一下不敢那么压了 哎 后条地 不要着急 雪亮是领先的 可以大胆的一个跑投 哎 哇 小罗 非常的给力啊 非常的给力 表现奇佳 胜者组现在的这个决赛是小罗对战 拉基亚 然后败者组这边呢 还有这个 泡泡木拉对战 核池 然后一梯对战 鸣九 败者还有四场 四场打完以后呢 就是四强赛 四强赛 主要这个版本不能慢取消了 这个科隆改的像过去也他可以慢取消 还是能打中 现在必须在第一时间 打啊 还没到 还有四场 四场打完之后就四强就出来了 既然打完打完下半赛去打完到时候整体有个八强名单啊 只要赶 那我还真的没什么推荐 起身 你要DIY的话 那个框体吗 其实你要的是 是吧 框体那你要是自己DIY的话 你就 自己看用什么 他们说现在那叫什么雅各利版呀 什么的 现在不是流行都弄黑的box了吗 表哥在打明九 我们就不切了吧 切过去的话 这边在挫这边在站在等何持 卡尔 你看这个 这个谁 泡泡已经在上面了 我估计何持马上就进来了吧 你看何持来了 我这要一换台 何持这场你们就看不到了 怎么说 你要说换 我现在就换 你要想看何持 咱们就等 看老二 那那那那等着没问题 你看何持刚进来了 应该是觉得节点 节点可能延迟不够 哎 哎 我以为进来 你们这种属于什么反奶啊 这对何持都是真爱 我能感觉到 就嘴上说着 哎 不行了 哎 不行了 不行 打不过了 心里面想的是 哎 我希望老二能赢啊 是吧 我知道 我知道 我懂 我年轻的时候也这样 嘴上说着 哎 不用 不用 真不用 心里想的是 快点吧 是吧 等等 进不来 是吧 何持 呃 PS手柄肯定能接电脑 Steam他现在认这个XBOX的和那个什么PS4的 我觉得现在你们要是玩就很多的手柄玩家 你看为什么欧美那边多 因为人家是一直用手柄玩各种各样的游戏 像他们玩什么COD都用手柄 你知道吗 他们对手柄的那个掌握就跟我们现在这个键盘一样 你知道吧 所以说现在咱们很多的格斗的老玩家都会选择Hatebox 因为键盘玩家也多 就是我们是在老外那些欧美那边 他是觉得这个键盘怎么玩游戏 知道吧 就跟我们用 觉得他们用手柄玩游戏是一样的 所以我 我觉得你们要是如果没有手柄这么好的根基 你就不要去换什么手柄了 很难学会的 真的 你要是如果说你是一个资深的手柄玩家 对吧 你可以用你可以用手柄跟人家这个什么 打这个COD 能跟人家键盘打的有来有回 那你就用手柄练 所以我建议现在要么就摇杆 要么就Hatebox一步到位 对 等一下什么情况 怎么人呐 等等啊 我们换一下房间 我感觉我很孤独 这边我们先看这场 然后随时切换回来 现在大表哥对明九这边是1比1 他们那边已经开打了 不应该啊 一共就两个直播员 这边是 那边还没开打呢 明九现在马上四气 哎哟 修正 大表哥稳了呀 大表哥还有个科隆呢 现在是攒气阶段了 好逆向 两气超臂给不给 对小罗和拉基亚已经出现了 大表哥 哇 这个空了 哎呦 点早了 点下轻 点下臂的话 点好是正好能打到 好 这时候我们再切过去 应该和尺那边 明九就被淘汰了 明九就被淘汰 哎 这边还没开呢 怎么说 到底在哪边等 我们先等一下啊 这边 那边的房子还是空的 我看是不是都在这边等着呢 没有 这边就 啊 不是 我们就两个这个圆 两个都没有 他们在打了吗 这是什么呢 啊 没打没打 哎呀 你们这 别着急呀 我就说嘛 一共就两个这个导播间 咱们都看了一遍 没有 你们说那边打完了 练习应该是测试网络的 或者是网络的 就是测试网络的 敦里搜索的 是似乱的 首发红丸 河池这边呢 把小草换掉 我觉得是有想法的 真的河池是蛮会打比赛的 他碰到不同的 不同的玩家是吧 你像如果小草内战感觉 没有什么胜算直接换七家射首发 然后带个八神 哎呦这个你想可以 逆向打点高了 其实河池能感觉到 就是如果这个对手的生龙不准 那他会非常的开心 他打的这个压制 还挺给力的 每次都是你看他控制好距离 一个滇续的跳 三下两下的就给你把破防槽压到很低了 你要是没有对空生龙 还真搞不了 基本满血 对啊这个红蛮没有什么对空 所以说就一下子轻松了不少 对吧你看 他这个只要没有生龙 哎 连续的跳压 这个小草现在有点懵 被打的又要破防了 又跑了 最后下意识没有办法 只能进攻 然后被这个CD摸奖摸到这点 从这失误啊 还行 没被打的却反 哎呦慢了 真的呀 我也才发现 真的刚才 这小草现在我们觉得打的好 是因为 就是对手一般也不怎么跳 跟他力回打法 会觉得他的力回真的很强 当开始疯狂跳他的时候 会发现这个小草和他的 你看 就一下子瞬间没有武功了 那他为什么会用克隆手底呢 没搞明白 他是靠摸到 然后带连段 想做中段 哎 猜到了 起身堵了一手 还在摸 缺乏 哇 这个中段真的有点远了 不会吧 八神上来没发挥啊 我还想着八神这个跳入 打完之后 卸风堵一堵啊 这一下子变成军事了 只是多了一颗气 这开局七加射真的是梦开 所以说现在何迟怎么办呢 多跳入吧 连段和力回 这个泡泡确实厉害 但是对空 不知道他多跳的话 可能也不敢 这科隆有气啊 你看 在力回上确实摸不过对方 这真的是一个纯力回打法 就是一招一式的 我真是万万没想到 七加射上来打两个 最后被一个克隆 发挥手 晒白 发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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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不准 差挥手 被人养了 你 死了 你 脱戒 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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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真的是萬萬沒想到 好對空 唉呀,這個CB莫的 差點,起身堵了一個生龍 逆向打中 哇,真疼 再來一個前A 哇,貼臉扁了一個下 和上局一樣,這其他射又是瘋狂模式 小CB,結果七加射已經跑到臉上 可以 哇,這個AB對抓 如果不是CD的話 剛才隨便一個跳C什麼的 就帶走了吧,這件事 唉唷 什麼粉碎打擊,這是串招了嗎 漂亮,C頭 好,下盤抓到 哎呀,沒有確認 再次CD摸槍 前A,中段 忍不了了 直接堵了個大生龍 我覺得打這個泡泡就是要跳 壓他的破防槽 因為他真的就是在穩 就純地面利回 你看 只要你跳過去 他十有八九 沒有反應的 你看 對,要跳爛頭 他的科龍算有四氣 真的,也是地面利回形打法 大連斷的 沒有什麼那種生龍帶超臂這種操作 你看,是吧 他還在偷下盤 他還在偷下盤 你看,是吧 打輕了 剛才如果是一個煙花蓮起手 那就帥了 慢動 哎喲 武器科龍 可是要稍微兇一點 抓到就可以直接帶個什麼頂點之類的 完了,正向 何吃?以為是逆向 只有補一角 不能奧 這頭拆掉了 不會吧 這個地板流的這個科龍有點東西啊 機會 一比一 應該現在雙方對對手都是比較了解的 何吃可能會選擇跳多一些 基本上七加射每次都打兩個 是吧 換順序 想小草首發打七加射 沒有吧 應該要防空了 他突然又升龙啊 一次看到没用 就凹两次 准备 好 跳地抢坡 想出中断 哎呦这个圣龙 终于有一次对空了 哎呦 这个螺旋升空 怎么朝那个方向 开始凹了 喝吃懵了 什么情况 原地起飞 没有没有 他就是在那个跳点那一瞬间 然后有个逆向的那个 你看他基本都是凹的 可是是抓得非常快啊 这把有可能穿三了 如果说你说 科隆要是打齐加射 没对空怎么玩 地面齐加射 怕科隆吗 根本不怕好吧 这战C就算被削了 战C还是慢了一点点 中断防住 哎呀圣龙慢了 没有啊 赢了也没有 因为要四强 和尺赢了之后 必须再干掉水鱼 如果赢了水鱼 那就是四强就稳了 就进到四强了 就出现了 地图看了一下对战表 什么情况 七加射怎么死的 漂亮的百合折 烟花 nice 小一半 又是赌 没赌到 烟花莲 别失误 反边 EX 完美 再见了 刚刚好 真的这个没有对空 和尺还是抓得非常准 不是大表哥 应该是水鱼对河池 然后这个勇气 日本勇气对战大表哥 啊 那场 我对战表没更新 大表哥输了 哇 哇塞 这只雷煞 大表哥 哎呀没办法 他们这次这个 主要是小罗表现真的好 哇塞 蔡 上个厕所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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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边疼 这就绝对是 这就属于什么对策不足 挺勇敢的 又是普通圣龙对空 正向 看错 这被秀起来了呀 忍不了啊 直接奥 带超币 可以 你看这就属于日子不过 这绝对日子不过了呀 我这 倾家荡产 全部资源交掉 但不得不说啊 核池只要有七加射在 我觉得一切皆有可能 他的这个七加射很灵动啊 这大体积角色 跳地起脱 哎呦又是后跳地啊 打乱动 这局可以不赢 但游历必须死 谢谢赛利卡大老婆的半卡支持啊 谢谢 谢谢赛利卡 这个支撃 一定是 emotional 我们家都晚应 rank 游厌 啊 我们家都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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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挑剔 沙子打的这个打法真的 我感觉现在 沙南 机动性 就跟安迪一样 但是比安迪的爆发力还高 谢谢玻璃星的锅 谢谢你的半卡 有机会 但是三技珍妮特 没有压制 没有做到对空 刚才看水鱼在那摇了半天 结果这个跳 没反应过来 抢红 好重拳 已经可以开BC了 漂亮 这个抢的好 武器珍妮特 哎呀 这粉碎打击 对 其实珍妮特手底的话 像科隆这种跳 再一个就是EX小蜜蜂摸的太少了 哪里堆资源没动 哪里堆资源没动啊 哎 武器珍妮特 诶 被骗了 再嗷一手 乘胜追击啊 所以我说和这真的是会打比赛 他现在是领先一层 虽然血量落后对吧 但是凹几次以后 你看他就是敢凹 凹的是你的心态你知道吗 凹的不是你的血 这次来一个稳定的对方 生死一线间比赛抢二 心态搞掉了 基本上这个就很容易拿捏了 还有这个种子 起身抢头 巴神 主要水鱼这边这几个角色 我看一下 还真的不怕巴神 像什么珍妮特呀 游历呀 巴神打游历都真的蛮难打的 游历的那个战C 虽然是可以蹲姿堵掉 但是你想巴神 跳又跳不了 而且游历有一个很快的下C 中段防住 粉碎 直接抄笔 小声音响 可知这边将近四起呀 还够比赛 哎呀距离远了 还行 又抓到机会 看这次小蜜蜂能不能摸到 DX小蜜蜂 还有一个对空 哎呀没有 猜到要中拳 终于抓到下巴的机会 放倒 看看怎么则 哇 这个复合厉害了 AB就中伤 看来只能硬防 AB是不行的 漂亮 骗到了一个抢头 现在的比分1比1 这次小蜜蜂能不能摸 全眼睛 这次小蜜蜂能不能摸 这次小蜜蜂的战略 贏 贏 你和你 楽しませて 莫达 吧 拜拜 拜拜 八神来了 把草换掉了 八神首帝啊 八神首帝,那他选颗龙了 不挺浪费吗 好神龙 抓到AB 好跳地 沙子也没得凹 这个AB打轻了,就给了一个战C 有一种那种就是追到就好像扛不住的那种效果是吧 杀男你看这个真的就是只能游击 下盘棋手 他前走了一步 刚好CG摸到 漂亮,骗到抢头 超比 还是7加射手 zejaco File 好友,再来一个 忍不了就凹 稳定的对抗 中断 结果就下C了 相杀巨转 哇 猜到 格野 那现在这稳了呀 八神你说不太好打游历 问题是直接七加射打到第三个人 不敢动 这也就是珍妮特的这个战C性能太好 一般的角色 真的 刚才这个肯定是被七加射打一套狠的 只有七加射自己还有珍妮特不怕这招 其他的这一动就被直接吹吹跳了 一样一样 这终游压的角色 这终游压的角色 这种人是在这组游压的角色 哎呦 小平方摸到 差一点 想开BC的 带不走啊 还差点 哎呀 起身熬了一个顶点格挡啊 招架 然后现在四强已经出来了 胜者的是小罗和拉基亚啊 然后这个败者的那是这个日本的勇气和和池 对 这还没到最后呢 这周的周末25号还有八强赛 就是上半赛区的四强和下半赛区的四强 这不就八强了 对 还有25号以后的几场比赛呢 这不是最终决赛 这只是八强全了 小罗对战拉基亚 大表哥输了呀 现在是下半赛区的胜者组决赛 胜者组决赛 小罗这次比赛也是打得特别好 一P是小罗 二P是拉基亚 首发K打小草 小CD打康 追个战轻巧 顺次追上 现在都没什么资源 好吧 稳定的圣龙对空 这个CD要小心点了 荒养摸到 反边还有个安全压制 偷下也防住了 小罗 血量 虽然差了一点是吧 但是也能稳住吗 抓个机会就能把血量反超 可以 哎呀 刚才为什么没有EX扳机呢 主要也是没想到打中 可以 战C 压乱动 CD摸到 小罗的这个CD是真的强 我们这次比赛看完以后会发现他防空 打插合 摸乱动 有一个招式好几种效果 大口输了呀 你想 雷煞也被淘汰了 大表哥也没了 这次这个比赛暴论还是挺多的 射CD 小罗现在血量非常健康 不着急 慢慢的消耗 到CD结空 哇 被跳入 现在小草的爆发力是抓到在板边就是一套重伤 消耗一颗气 先逃出来 要不然就是择两下 到底是中段还是下段 都很烦 战中全摸到 哇 拉基亚好稳啊 嗯 慢了点 这个头 都拆掉了 打他 拒绝穿三 看看小罗这个 科隆 能不能也上演之前的这个反三 大导哥2比0输给了那个日本的勇气 呃 大导哥2比0输给了那个日本的勇气 哎呦 点动而飞啊 哎呦 点动而飞啊 哎呦 点动而飞啊 这就是最初的新的世界的优优 勝者 什么时候 我和我战了 你能看见好梦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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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压 啊 嗯 再来一手 小罗赶紧要调整一下 他这个 一直在等着你跳啊 所以说前前偷偷下了 看 看 看得真准 这局三次的这个生龙对空 直接把节奏拿捏了 哎呀 哦 机会 哎呦 好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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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想说K的这个占重拳有点强啊 然后珍妮特也还了 还了一个占重拳 总感觉小罗如果说他的安迪对吧 跟他的这个科隆和K一个强度 那更厉害 现在每次我们看到安迪这几场 还没有发挥出来 你看 是吧 这安迪好像又交代了 反正我们今天看了几场 这个安迪 没发挥出来 基本上都是这个小罗这边K和科隆打得特别好 我对安迪没有亲友独钟啊 感觉安迪 这个什么连段什么的连招也不复杂 简单粗暴 又是小民风莫奖 完了 忍住 不能凹 哎 最后这下这么痛啊 看着好像还有一丝 这就是 然后是核池对勇气是吧 对的 核池对勇气 赢的去对战小罗 对核池对勇气 这场 怎么说 我感觉今天很多一来都说 很多看到什么 核池这场没了没了没了 结果一路过关斩将 你们这把不说可就没机会了 核池这边还是一样 齐家设首发 然后八神 确实小草内战输得多 今天选择八神是明智的 比赛开始 P2P 身后对空 起身凹一手 气势不能输 哇塞 这关环颜色大升龙 核池这个距离感 非常好 每次呢 这个跳压压不到他 下盘部门 抓到机会 先带超币 血量先斑一点 正向 差一点 好危险啊 刚才这个摊了 点了两个下A 那个距离只能点下 CD摸奖 不失误的话 带走了 他这个失误 哇塞逆向 哎哟 核池今天我跟你说 无论是状态 还有包括他的运气 都非常的nice 好多次对手 这个打中了他 然后 就没有然后了 就好像一下子 忘记了自己是谁 对 瞬间什么都没干 稳定了圣龙对空 这个前行脚摸得好 刚CD 就为了打在板边 你想防住 哎哟 还想偷下 合着刚才这个AB 稍微忍一手 能抓到 漂亮 这肯定要交必杀 今天这个七加射 还是非常的给力 非常的给力 只剩一个科隆 这么巧 你滑铲 正好 正好 那个合吃跳 抢头距离太近 跳大了 看一下资源 两期半 现在三期也摸到一个下臂 差不多了 哎 这圣龙 八神今天酱油了呀 感觉这个明显是一个大优起手 这 四季的科隆 打两季 哎呀 应该是打正罗逆 俄本兵 身风对空 再一个超臂 血量虽然是领先了 但是合吃这边满资源 刚一颗气 漂亮 抓到机会 要一加二吗 果然 嗯 先稳定 小飞机打咖 稳定 现在比赛来到1比0 何持领先 起家社今天发挥太好了 基本能打两个啊 基本能打两个 小草和八神上来 有时候就莫名的就给对方当血包了 中断 这个逆向看了出来 好 又是一个正向 哟 又是逆向 我真的觉得起家社挺虎啊 你看这个跳c得手得手率 给谁都不好使啊 真的不好防那种那种效果 就这么巧吗 完了 顺次出现失误 又打两个 又 跳c地 GP 投到下盤 和赤敏茨正好全摸讲摸得挺准的 下盤 应该不会凹吧 忍一手 哎呀 你家珍是吧 家珍就凹你 还想骗这个抢头 他应该是想开BC 站重拳 抓AB的话 如果刚才是下B 距离够的 哎呀 三七 带走 最后一发 柴华 然后是小罗 对何持 败者组决赛 败者组的决赛 小罗对战何持 小随便 早回 to 便可 得 嗯 嗯 诶,小罗人呢 诶,小罗人呢 诶,小罗进不来 失败三次了 等等啊 估计要重新开房了 诶,小罗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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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罗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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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 小罗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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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罗人呢